我们列表中的第一个产品是七堂课成为围棋高手修订版商周集团。 围棋所带来的好处不只是玩乐而已,它对于配养人们的专注力和思考也带来极大的贡献。 而本书借着作者们长年以来累积的精湛起义,并以图片搭配上浅显易懂文字解说,除了帮助初学者看懂棋谱与各种布局手法以外,也让人能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对棋局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相较于市面上他款较艰涩的书籍,此书更注重于引领初学者产生对围棋的兴趣。 其内容由曾获本音方头衔的加藤正夫,与名围棋作家伊东西雄共同编写。 由他们二位对于围棋的学识,更涵养,再加上译着多年的围棋经验与教学,相信能让初学者在阅读时,更加感受到围棋的魅力。 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百年围棋经典名局国家出版社,此书就如同它的名称,收录了许多如林海峰、李昌浩、小林光一等现代围棋名人, 他们各自在比赛中所演绎出的经典棋局,即由书中详细地解说各高手在对异时的套路,并分析他们的布局手法和招式等, 让读者不只能从中学习高手们的下法,还能欣赏平时难见的精湛棋义。 在本书中共记载了30个21世纪的精彩名局,对于府接触的初学者来说,只要事先掌握围棋的基础知识及用语便能阅读, 相信看完后任谁都会迫不及待地想学习更多,而对老手来说,能见习专业棋手的技巧,想必也能令其意更上一层楼。 下一个产品是第一次下围棋就上手修订版艺博士出版社。 至今已超过2000年历史的围棋,可以说是世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 它的规则虽看似简单又优雅,但下法却是超乎想象的多变。 为了让初学者能对围棋保持高度的兴趣,而不会因门砍过钢尔却步, 作者以实力图解来详细介绍围棋的规则,并且加以题型有哪些需要注意之处。 再搭配上丰富的练习题,让初学者可以即刻学习,即刻练习。 专业骑士留置评级由自身过去的学习经验,以及实际任教的经验, 分享并教导各位初学者,除了能让围棋看起来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还能让各位能更加清楚并快速进入围棋世界。 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围棋实战工房18题品官文化出版社。 下围棋有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其复杂性,若想要抢的先机并转败为胜, 靠的并非穷追不舍的攻击,而是如何运用战术。 为了提高自己对棋局的敏感度,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不断的实战练习进步。 此书当中举出了18道实战习题,让学习者极有模拟各种情境, 来练习如果在实际对异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又该如何破解。 在此书中不但能窥见作者对于维棋的热爱, 他更以自身经验,来精挑戏选出各种情境 并加以详细说明。相信只要按部就班地照着书中章节练习, 棋艺定会有显著的进步。 下一个产品是我的第一堂有趣的图解围棋课小孩, 父母都适合的围棋入门书,梅艺学院出版社。 围棋大师们除了拥有精湛棋艺, 他们的好气与涵养是否也让人羡慕呢? 若是希望孩子也能借着围棋培养思考力, 修养身心的家长,不妨将此书列入考量。 这本书以前嫌易懂的说明让孩子也能理解基础规则, 并且除了能使家长陪着一同脑力激荡之外, 还可提高孩子的专注力。 最棒的是透过彼此切磋学习的过程还能加深彼此情感, 这时是本《寓教娱乐》的书籍。 由于围棋总会给人很难入门的印象, 所以不仅是孩童, 就算是想要了解围棋的成年人, 也可以从这本用词亲切的教学书, 来了解围棋的基本知识。 像一个产品是现代刘维棋, 如何简单对战AlphaGoTo第一集问学出版社。 科技的迷人之处, 就在于人们能与人工智慧一同挑战并进步, 而AlphaGoTo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 它秉除传统古典维棋中复杂繁琐的续盘和定式, 而是以现代维棋的思维作为基础, 设计出有趣却不失程度的对异模式。 在此书中详细地剖析了AlphaGoTo对战过的棋局, 让大家了解现代流的围棋是什么样子, 乐趣又在哪里。 作者为了让熟悉电脑科技的现代人也能亲近围棋, 不仅试着革新围棋流派, 也创新了许多新颖用语。 除了对AlphaGo有兴趣的初学者以外, 若是喜欢传统围棋者, 也不妨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此书, 即由新旧流派的交流开创新战略。 下一个产品是儿少学围棋入门篇从入门到十级品官文化出版社。 本书目的为带领儿童进入围棋有趣又奥妙的世界, 除了全面性的解说围棋规则外, 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 并促进他们做基础训练, 书中也安排了大量习题提供练习。 全书采用阶梯式训练法, 系统性的从围棋的起源及规则开始介绍, 并依序介绍如何切断棋录, 判断死棋活棋, 在终局计算胜负的方法等内容。 只要循序渐进地跟着各章节学习, 便能掌握围棋基本技巧。 不过,因为此书内容相当丰富, 孩子自行阅读可能较难持之以恒, 建议可由大人带着, 一同学习, 除了能增进亲子情感, 也能让孩子培养耐性。 下一个产品是维棋初级典型错误国家出版社。 初学者中不免有将维棋下成其他相似的棋类游戏的情形, 但维棋极为注重战略, 若不先思考反而乱下一子, 终会导致难以掌握棋局而输给对方, 甚至可能逐渐失去对维棋的兴趣。 而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状况, 并鼓励大家持之以恒地学习维棋, 本书中详细地说明了十种典型初学者会犯的错误, 让读者能够以你为鉴, 在对异的路上能下得更得心应手。 然而书中以提醒错误为主要内容, 在基础知识与规则上并未多做说明。 因此在阅读之前, 不妨先行挑选其他入门书籍参阅, 了解相关用语, 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下一个产品是围棋杰征特殊战术品观文化出版社。 杰是围棋中为了避免双方反复提子影响比赛进行, 所定出的特殊规定。 因此尽管成功打结了却还是空袭一场, 想必令初学者感到摸不住头绪吧。 此书中不仅详细说明结的规则和种类, 甚至还详尽地介绍如万年结、 长生结等特殊类型, 以力读者学习如何打结, 又该如何解开结征。 虽然在掌握结的意义之后, 对于围棋的全局情势, 会更加明了, 且还能计划出更多战术变化, 但建议可在实际对弈后再购入此书, 以自身经验对照书本说明, 相信会更容易理解其内容。 下一个产品是围棋入门解题训练国家出版社。 在学会围棋的基本知识后, 除了透过大量验习帮助自身更熟悉围棋的技巧以外, 可以说没有更好的方式了。 而此书的目的, 就在误帮助各位初学者熟悉围棋的下法。 本书分成上中下三篇, 当中编入了许多对弈时常见的情况, 从最初级的技巧开始到进阶棋局都有详尽的介绍, 与说明, 让读者能够透过此书循序渐进的学习。 唯独因为本书内容相当丰富而厚重, 对于, 时常会到围棋教室, 或外出和朋友对弈者来说携带较为不便。 若有待出门阅读的需求, 则建议挑选更轻薄的款式。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